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的电影是《万剑穿心》 乐天派大叔马学武得到了单位派发的新房子 一整天都笑呵呵 本来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但马学武的老婆李宝丽却处处不顺心 什么事都不如意 因为搬家费的争执 李宝丽和搬家师傅一直大吵大闹 弄得整个街道都鸡犬不宁 不过搬家师傅最后还是搬完了所有家居 马学武开心的给师傅们派发香烟 并且还拿零钱给自己的儿子马小宝 让他买几瓶饮料上来给师傅们解渴 搬家师傅们也表示 马学武大叔人真的太好了 和他那不讲理的老婆相比 简直天壤之别 但李宝丽看到丈夫的行为后很不爽 认为给钱做事是搬家师傅们的本分工作 他们没有资格抽烟喝饮料 并且还准备和说自己坏话的那几个师傅干一家 所幸马学武拦住了他 化解了这一场闹剧 马学武虽然脾气好 但也对妻子李宝丽无理取闹的脾气非常无奈 那天晚上他毅然决然地选择分居 自己独自搬出去住 李宝丽这才意识到自己做错了 但他无论怎么挽回 马学武就是不肯回家 他也只好到闺蜜万小锦那里诉苦 而马学武搬出去之后 每天依旧活得潇洒乐观 同时还认识到当位上年轻的女同事周芬 周芬进入了马学武的生活后 更加坚定了他离婚的信念 后来马学武生日那天 突然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这让李宝丽起了疑心 平时不回家都不会吃一声 今天怎么突然打电话回来 于是李宝丽堵在马学武单位的大门口 果然丈夫居然带着周芬来到宾馆 气急败坏的李宝丽决定 拿着灭火器冲进去打死这对狗男女 但转念一想后 他默默选择离开 并且举报了这家旅馆 有人在做皮肉交易 第二天 当位把马学武的职务全部解除了 周围的人看他也都和看犯人一样 大家私底下都冷嘲热讽他 后来单位大裁员作风有问题的马学武 毫无疑问在下岗名单里 受不了打击的马学武 最终还是乐观不起来 选择了自杀 在殡仪馆里 李宝丽后悔自己的行为 而儿子马小宝则把父亲的死 全部怪罪在了他的头上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 失去了丈夫的李宝丽 只能靠帮客运站的乘客 背行李来养活自己的儿子 但马小宝并不领情 他的内心依然没有原谅李宝丽 害死父亲的事 马小宝虽然没有了父亲 但学习没有落下 他成功以优异的好成绩考上大学 就当奶奶和妈妈李宝丽 为他庆贺的当晚 马小宝爆发了 他强烈要求李宝丽搬出去自己住 因为这间房间是爸爸留下了的 他不配再住下去 并且小宝也正式和李宝丽断绝母子关系 马小宝其实早就向周芬询问过自己父亲的死因 一开始父亲并不知道李宝丽是报警说谎的那人 下岗之后才得知的真相 他死也不肯相信 自己的妻子居然为了泄愤 毁了他的人生 一时间想不开后 选择了投河自尽 李宝丽来到丈夫跳河的地方 静静地思考自己的过错 其实他们双方都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如果各自愿意让出一步 今天的悲剧就不可能发生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